鄧炳強在元朗區議會對議員發問 其是否是中共地下黨員身份時回答 我自己本人並非本港或海外任何政治團體的成員 時事評論員潘東凱表示 理論上鄧炳強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否認 但是他並沒有直接否認 潘東凱認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一國兩制 這個重要條件下 中國共產黨員的身份是沒有角色 沒有身份 沒有活動的 因而算是一個秘密組織 潘東凱提到前民建聯主席曾育成 也曾經被問過同樣問題 而曾育成曾在六七暴動時期 就被中共吸收為地下共產黨員 潘東凱表示中共滲透香港各行各業 香港警隊受中共政法委指揮 有共產黨員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新唐人記者葉伊凡良珍香港報導